從昨天開始東北季風增強 那今天週五北台灣的朋友 就明顯的感受到午間 也沒有陽光了 而且在溫度的部分 掉到了20度以下 那在中南部地區 今天都還有在約22 23度左右 東半部的陰風面 雨量也是稍微比較明顯一些 那今天還是受東北季風影響 明天晚上開始有另外一波 更強的冷空氣南下 那在溫度的部分 北部的空曠地區低溫 甚至可能會下降到9度 不過我們先來看一下 在今天來講 有些地方還是會降雨 今天東北部地區 東半部 花東 沿海 都還是有局部陣雨的機會 今天入院之後 水氣量稍微減少 但是在伊蘭 花蓮 同樣也是有些局部的短暫陣雨 空氣品質方面 還是一樣要提醒 西半部地區的朋友 今天在被封測的對流擴散條件 還是比較差一些 中部以南 今天PM2.5偏高 尤其宇嘉南 高頻地區的朋友 要做好防護牢 下午詳細一冊提供給您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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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